这个恶棍用卑鄙的手段 恶意击打对手的违规部位 将对手疼得倒地不起 对手教练团气愤地冲上台 对这家伙展开疯狂群殴 但不料 这家伙不仅丝毫没有悔改 还变本加厉 更加猖狂 二番战中 直接下死手 再次恶意殴打对手违规部位 这次让对手痛得撕心裂肺 赛后在ICU住了整整一个月 遗憾地失去了做男人的权力 从此还废掉了职业生涯 这个被打的男人 还是拳王泰森的发小 也是泰森最好的兄弟 同样是大名鼎鼎的拳王 叫做李迪克鲍 而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也是拳坛出了名的流氓拳手 被称为坏小子哥洛塔 这家伙最喜欢用各种阴险的手段 当然最出名的一招 还是段子绝孙拳 而这次哥洛塔 却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作为李迪克鲍的好兄弟 泰森绝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兄弟被欺负成这样 于是原本破别拳坛多年的泰森 决定再次出战 目的就是要狠狠教训 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哥洛塔 但哥洛塔却连泰森都没放在眼里 发布会上不仅嘲讽泰森又老又矮 根本不配跟他比赛 还狂言一拳就能让泰森满地找牙 面对如此猖虹的卑鄙小人 我们来看看泰森是如何抱作对手的 比赛开始 泰森一上来就表现得非常强势 一边躲闪一边刺拳突进 哥洛塔只能节节败退 勉强应付泰森的拳头 虽然哥洛塔也是不断防守反击 连续用左手平勾阻击泰森的进攻 但根本没有一点作用 泰森灵活地摇闪 让哥洛塔根本抓不到丝毫漏洞 拳作完全打在空气中 连泰森的毫毛都碰不到 在开场的一番交手中 哥洛塔明显慌了神 脚步开始紊乱 眼神中充满了对泰森的惧怕 森哥的泰森摇果然名不虚传 不仅能够精准地预判 哥洛塔的出拳动机和轨迹 每次还都能完美地躲避开 简直是无比的丝滑流畅 更为厉害的是泰森的反击 同样无比的精准强悍 拳头直指哥洛塔的要害 打得这家伙根本无力招架 然而这家伙为了拖延时间 克制泰森的重拳 也只能采用拖泥带水的打法 每当泰森突进那围时 哥洛塔便采取搂包战术 虽然这能够缓解一时之危 但终究还是逃不过分割的重拳 泰森想着哥洛塔此前 种种卑鄙的行为 还有赛前对自己的嚣张挑衅 心中的怒火便不断燃烧 很快便对哥洛塔发动了致命的一击 泰森前手虚晃 同时躲过对手的刺拳 紧接着挥出一记碎山烈石的 右手摆拳猛空在哥洛塔脑袋上 哥洛塔瞬间失去平衡贪坐在地 虽然这家伙勉强站起身来 但他脸上的伤势 已经完全无法掩饰 此时他内心的崩溃 在中场休息时 哥洛塔仿佛经历了一场地狱般的折磨 就当所有人在期待着 第二回和泰森暴走这家伙时 哥洛塔却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气愤又震惊的举动 二回合铃声响起 哥洛塔的教练 强行将护驰往这家伙嘴里面塞 但此时的哥洛塔 已经早已无心在战 他对泰森充满了恐惧 根本不敢再打第二回合 于是这家伙准备当逃兵 只见他不顾众人和教练的阻拦 和谩骂准备开溜 泰森见到这一幕 内心也是十分不甘 因为他还没有用全力教训这家伙 哥洛塔简直溜得比兔子还快 哪怕两边的观众 纷纷将手里的饮料水瓶砸向他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因为他知道 比起面子 保命要紧 再打下去 很有可能会被泰森揍上担架 甚至面临更严重的伤残 因为此时的哥洛塔眉骨 已经被泰森的重拳打开裂 血流不止 拳骨和脖子多处骨折 这一战也成为了这家伙 职业生涯中难以抹去的阴影 出来混池早是要还的 这家伙之前犯下的种种恶情 终究被泰森打了回去 森哥的霸气和凶悍 依旧不减当年 如果满分一百分的话 你给泰森的这一战打几分呢